在拜登官宣哈利斯成为自己的竞选搭档之后 哈利斯奇人奇事是迅速横扫各大美媒头版 包括种族 政治经历 学历 以及中文名字贺锦丽 纷纷成为外界挖掘的焦点 那么哈利斯能为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 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与拜登而言 收益与风险又如何 首先对拜登来说 收益和风险都比较大 从这个收益的角度 就是哈利斯的少数族裔背景 显然对于争取各种族裔 还不光是黑人 就是各种族裔的少数族裔的支持 它的收益是很大的 那么另外就是哈利斯已经不是这次大选 在此之前哈利斯在被媒体就被称为叫女版奥巴马 两个原因 一 奥巴马是学法律出身 哈利斯也是学法律出身 两个人的学历是相似的 第二 两个人的经历也比较相似 就是奥巴马曾经是联邦参议员 后来当了总统 而这个哈利斯比奥巴马的经历 经历就更丰富了一点 他不仅在当选副手之前 已经是联邦的参议员 而且在这个之前他还是加州的总检察长 他的这种政治经验非常丰富 这个风格果断 而且为人非常周到 这些优势都成了支撑拜登优势的重要因素 因此总的讲 他的这种多族裔的这种背景 乃至丰富的经历 尤其是他的政治理念 跟这个拜登 他比拜登有点左 他比拜登更左 但是相比民主党内更左的人来讲 他还属于温和派 比如说桑德斯比较典型 桑德斯沃伦 这些人就是更加偏左 所以在政治上比较接近拜登 在族裔和经历上有很大的优势 这些都会给拜登竞选天来正面的收益 但是从风险而言 拜登属于民主党内比较温和的左翼 这个自由派 但是他比拜登还要左一些 所以他的入选 也会引起民主党内传统人士的担忧 尤其是也会成为共和党攻击的把柄 因为在美国很多人 就担心民主党上台会搞社会主义 所以一当哈里斯这个任命公布之后 那么共和党第一时间就抓住了这一条 这个就是说哈里斯 是将给美国带来更加极端的左翼倾向 来恐吓选民 所以说他的这种左翼 比这个拜登还左的这种政治色彩本身 对拜登而言其实也是一种风险 而言